Hello 大家好 我是Suma Ma 今天我會帶大家去看一個小社區 大家都知道我住在Strafford 就是和我一站資格我身後的Hatley Week Club 這個站究竟有什麼特別呢? 它會有很多小河流 環境很優美和清幽 它是位於東倫敦 屬於宋托 跟我去看看吧 交通方面 9分鐘去到Liverpool Strip 10分鐘去到金絲鳥碼頭站 11分鐘去到Bang 其實去哪裡都很方便 這裡走到屋苑大約5分鐘 如果坐Overgram去Strafford大約4分鐘 其實走都走到Strafford 大約走到15分鐘 在Strafford裡面有很大的購物 就是Westfield可以在這裡逛街 還有一個大車站 分別去到Jubilee Line Central Line DLR TFL火車 Overboard 還有可以在Strafford 有一個站叫Strafford International 它是可以坐到歐洲師星 可以去到很多不同的歐洲國家 例如荷蘭 法國 前幾年我都坐過歐洲師星去荷蘭看花展 鄰近這一區就是兩個大公園 分別是Victoria Park和Olympic Park 在市中心來說 我覺得環境都算挺清幽 例如疫症期間我住在這一區 有個大商場 還有很多不同的超市選擇 公園又多 我自己住在這一區都不覺得很悶 治安方面 我就用了Strip Check看看這一區的治安 它的罪案率都是偏低的 我自己住在這裡附近 我都感覺到這一區是挺安全的 校網方面 因為我住在這一區 所以都比較了解 上個月呢 剛剛我幫我的女兒報了小學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報了哪三間小學 第一志願就是我身後面這一間 它的名字就叫 Mossborn Wilferside Academy 為什麼我會選擇這一間是第一志願的呢? 因為我同區的家長 介紹說這一間很好 所以我很想我的女兒 入讀這一間小學 第二志願就是Bobby Moore Academy 這間小學呢 很難得可以去參觀 我進去的校舍呢 它真的好新好美 所以我也很喜歡 第三志願呢 就是Choban Academy 這間呢 就有個女兒 現在讀餐廳的學校 我認為這間學校呢 都不覺不失的 當一個資訊呢 給大家可以做一個參考 在車站對面呢 有一間小店 那裡面有咖啡啦 小食啦 還有一些蔬果買的 那呢 英國呢 戶外呢真的很冷 所以呢我都要買一杯咖啡來喝 在房車站一出呢 就有一間超市啦 就有身後面的Sandsbury 那呢其實呢 走多一條花呢 後面呢 就有一辣的餐廳啦 那有一間出名一點的呢 就叫Cornar Stone啦 那它主要是吃海鮮呀 魚的 那它是米枝連一星來的 它大廚呢 就叫Tom Brown 都好出名的 那遲些開回來呢 我都好想過來試一下 如果呢 如果呢 大家呢 對這個樓盤有興趣呢 在我身後面呢 就是它的Office啦 大家呢 都可以直接來Office 找它的職員去查詢的 我介紹一下 這一區附近有些什麼啦 那其實呢 兩邊呢 都有很多小河流 它有些餐廳的 那我就試過身後面 這一間船的餐廳 因為我覺得很特別啦 那其實呢 我也覺得 在河流旁來的餐廳呢 間間給我感覺呢 都好浪漫 好想呢 只是跟老公過來拍拖啊 這裡呢 是一些co-working space 真的有很多不同的office 在這裡啦 那裡面呢 有兩間大學 分別是UCL 和Staffelscher University 那在河流旁呢 就有很多餐廳 例如我身後面這些 那我之前都來過的 那有多一個選擇給大家 在附近呢 有個Olympic Park 裡面呢 有個East Bank的項目 那是接近呢 一百年來呢 東倫敦最大的發展項目 那裡面會有些什麼呢 它會有呢 BBC Music Studio VNA East Museum 還有兩間大學 UCLO East 和UAL 那這一區呢 就會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 和越來越旺 另外當然不可以說了 我身後面的Westfield商場啦 那裡面呢 有超過250間不同的店鋪 超過65間不同的餐廳 裡面還有兩間旗餐廳 分別是John Lewis 和Mark & Spencer 那他還有電影院啦 還有24小時的賭場 其實呢 不用離開這一區呢 已經有很多不同的娛樂 屋遠走六分鐘呢 就會到達Victoria Park 那我之前呢 在Youtube有條片呢 就叫倫敦十大好住處 第一位呢 就是這個公園啦 那就是呢 那些人呢 很喜歡住在這個附近啦 那其實我之前呢 都有帶過我的子女來玩 那我覺得這個公園呢 都適合一家大小來消遣的 無論是平日啦 周末啦 那其實呢 在附近呢 都有很多好玩的公園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去看我另一條片啦 就是介紹Strafford的 在我身後面呢 就是這個新樓館Visa啦 那我第一期呢 將會建四棟樓啦 那每棟樓呢 都不會超過七層的 那分別發售一房兩房三房單位 那暫時呢 就沒有示範單位看啦 那大家看到啦 它的景色很美啊 因為呢 有些河景在旁邊啦 還有呢 英國呢 就不用那麼擔心蚊患問題 那這個呢 就不會很多蚊的 和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屋苑有些什麼特別啦 首先屋苑大部分單位都設有雙景觀 分別會看到河景啦 和屋苑裡面的花園圓景 另外大部分單位都設有露台 Visa這個項目在2017年 獲選為 Lil London Architecture Award 入面的Overall winner 就知道呢 這個屋苑設計有多漂亮啦 在屋苑預計落成期是 2024年的第四季 這個屋苑的發展商呢 叫做 Garlier Homes呢 那在英國都幾出名的 絕對有信心的保證 希望大家看完這條片 更加了解這個地區 如果喜歡這條片 就給個like我啦 如果未訂閱我的頻道 就記得按個訂閱鍵 按旁邊的鐘仔 就可以收到我最新的影片 下條片再見大家 拜拜 拜拜